我是李王勢強 我已經教了以致味病為原則 即是預防醫學已經有20年 我教的是四件事 預防醫學主要是 我希望在飲食那方面 運動那方面 要自己有一個自律性去練習 自己去把自己吃的東西 明白怎樣去吃東西 是這樣很簡單 因為致味病 皇帝內經說 上公致味病 即是說不要你有病 但是當你有病的時候 才去找醫生 已經等於臨渴去掘井 已經浪費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這個自律病 我教這四件事 第一就是氣功的靜功 氣功的動功 還有這個 我們所謂的捉按摩 和食療 這四件事 這個就是我們很多人 現在雖然他有工作 亦都有娛樂性 但他們不知道原來 中國的氣功是有分凍和靜的 我說凍是甚麼呢 動我們的筋骨皮 動你的筋骨皮 我們的四肢 筋骨皮 這是氣功的動功 甚麼叫氣 氣就是 我們人生命活動的原動力 叫做氣 功就是功法 氣功是有分動和靜的 動以練氣正環我們來說 是練我們的筋骨皮 雖然他練氣 但是 記住他有一件事 他是有好氣的作用 所以 這一個是 很多很多人忽略了 所以那些運動員 一直去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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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叫你運動可以了 但他不知道原來 他太長時間 因為他練氣功的動功 是有一個規限 是時間上的規限 不能拼命在這裏做的 所以我們中國的先節 這個一定要多謝我們中國的先節 他亦都有氣功的淨功 淨功是甚麼呢 用來儲氣的 所以你儲好氣 又去練功 就是你銀行有錢 你才能用錢 你拼命去用錢 又不去賺錢的話 始終一天你都用盡了 對嗎 所以這個 很多人忽略了 原來氣功是有動有靜 所以有人又去打羽毛球 又去打哥爾夫球 又去做Ballon Dancing 他全部都是動工 總之他手腳是出現問題的 又吃東西那方面 不知道更加 好了 氣功的動工 是愛妮 再講一個就是電筋骨皮 他是主外 是屬羊 屬羊 但氣功的淨功 是主內 是屬陰 所以一個陰一個陽 甚麼叫陰甚麼叫陽 其實他們跟太陽是一樣的 太陽的正面 背面是陰 背面是陰 我們的身體向前面的是屬陰 背向外面的是陽 女是陰 男是陽 好了 很多時候要講氣血 所以氣就是陽 血就是陰 所以一定要知道陰陽的問題 好了 所以你練氣功的時候 亦都可以見到練氣的氣血 明白嗎 有一句說 就是 練武不練功 到腦一腸空 所以你一味去拼命去運動 而不去練氣功的淨功 是等於零 明白嗎 你要處氣的嘛 好了 這個呢 簡單來說 氣功的動功和淨功 先 但我又要加上 這個氣功的淨功 這個氣功 實在是以德為主做人 所以 平時我們 這個練氣功 你記住記住 練得多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 整整一下 就是自我昇華 不會發脾氣 這麼有趣的 你練得多的時候 你自己自然的脾氣都會修煉 這個是自我精華的好處 如果你發現那個氣功師傅 做了一些陰質的事 如果你又發脾氣 是沒有得行的話 這個不是正式的 一個正統的氣功 你明白嗎 簡單說完這個 我亦有教足按摩 這個足按摩 非常非常之好 它是調整整個身體的經驗 因為你自己做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 它對於一個人的什麼呢 他的神經系統 他的肌肉系統 甚至血液系統 那些完全是可以調整過了 你的自我調理 這個是值得我們自己去練習 只不過你用自己 不需要很大力 因為外面的人被人做過 很大力的 我自己沒有力 其實不需要的 輕輕的力已經可以 起到一個作用 明白嗎 這個又是一個 好的自我去調節 調整你 譬如你過濃的 你一個星期做一次 或者你有什麼 血氣不行 神經痛 關節等等 都可以幫到的 另外最後 永遠離不了那個飲食 這個飲食 在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老實說 就算我在這裏 多倫多住 但是香港的人 他又沒有學氣功 又沒有學足部按摩 他躺在那裏 不能動的 我可以教他一路吃東西 趕快起床 最重要的是吃 所以我們飲食那方面 因為我們是受天地的氣而生 所以天地的氣而生 你那個 種出來的東西 是很重要的 所以 天的氣是用鼻吸 地的氣 鼻吸就是肺 地的氣 就是靠口去吃 所以我們這個飲食 所以我們這個飲食 是可以由 這個 食物那裏 可以將你 整個人的身體 好 有一句說話 是我認為 讓我想到出來 就是 解靈人 這是靈人 你想著這句說話 解靈人 這是靈人 因為你吃得不對 如果大家慢慢來 去這個 變了我們的食療 不得均衡的話 再配合我們的情節 我們所以 為何做氣功 而講德行 就是你不發脾氣 你已經成功了 不要腦 腦是傷乾 其氣激波 就是所有的內臟 所以根本上 這個盛情 是影響我們整個人的身體 有一個說話 他說 病的外因是甚麼呢 外因就是 風寒暑濕燥火 內因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七情六肉 所以這兩樣的配合來 是將我們自己 是那個 那個 飲食啊 食啊 性情啊 完全改觀了 讓我們慢慢慢慢 不知道的話 於是 身體越來越不行了 所以 我們在這裏 希望是 借這個 這樣的 聚會 是給你們明白 應該怎樣去吃 我是跟著 四季 我是跟著 四季的 他說 四時養生化 十二時辰養生化 不時不食 所以你要吃得對 你沒理由 冬天 舉個例子 冬天 這麼冷 你就要吃西瓜 如果你的身體不行 那就不對了 甚麼 甚麼時候吃西瓜 冬天都可以 是甚麼時間 舉個例子 譬如我BBQ 發燒完的 熱到不得了 你都可以吃一片西瓜 是不是 因為以前不同 沒有那個 Transportation 即是 那個車 那個運輸 不行 所以你當然是 吃回 四季local的食物 但是 現在 我們 冬天都可以吃夏天的 那些 西瓜 整年都有 龍眼 整年都有 就是這樣 所以 雖然有得 在這裡給你賣 但是 要提自己的體魄 我合不合吃呢 吃不吃得呢 所以 首先要知道自己 那個體魄 你受不受得 譬如喝薑汁 你受不受得薑呢 辣的 不受得 沒緊要 薑的又不同 兩樣不同 一樣好 新辣的 是不是 但是 辣椒的辣 跟薑的辣 是不同的 我自己本人 我就不受得辣椒 但是我受得薑 薑辣完之後 我都沒事的 但是辣椒 我真的不行 我已經封喉了 你明白嗎 所以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所以首先 你自己知道自己的體質 是不是 應該自己知道 所以 吃東西 你變成 將自己 我剛才說的 解靈人 這次是靈人 解回它 怎樣去吃 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 又要跟著時間吃 有什麼 我真的吃水果 都跟著時間吃 是這麼簡單 即是習慣了 譬如你夜睡 夜睡的時候 我翌日十點鐘 早上十點鐘 我肯吃一個蘋果 去乾火 兩點鐘 吃一個蘋果 去餵火 譬如你吃得多藥的時候 你兩點鐘 一定要吃蘋果 去餵火 到你下午五點鐘 去大搶火 譬如你熱氣 等等 那些火 它說明 風寒暑濕 風寒暑濕 燥火 是外因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是真的 不能說是假 為什麼 有很多人 仍然是 將食物去打 用一個blender 不需要 因為記住 一個叫做導發自然 每樣東西都導發自然 吃東西 很簡單 你這些太多毒物的話 你去用甘草粉 點任何的水果 吃什麼的水果 都要蘸甘草粉 幫助你的肝臟排毒 是這麼簡單 是嗎 所以希望你們 習慣了 聽了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 這麼多東西 又要什麼 又要什麼 原來這是一個常識 你當作一個常識 所以你現在知道 一說 我以後有水果 我就用蘸甘草粉 幫助我的肝臟 因為肝臟排毒 是會解毒的 明白嗎 好 肝臟是用來排毒的 所以我很注重煲湯水 明白嗎 所以我教你們 煲湯水就是這樣 所以外面傳說 什麼老火湯 不騙 用什麼 你要煲幾個小時 用什麼 煲幾個小時 不是說 隨便什麼 都煲幾個小時 不是這樣說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到時你們全都當作一種常識 知道了 你應該怎麼去吃的東西 明白嗎 是這麼簡單 所以飲食就是一個 有一個所有的動物 為什麼有飲食這麼重要呢 動物 一個螞蟻這麼小 人這麼大隻 一隻大象 就是動物的生態 有沙 就是 第一 就是 攝食 賺食 第二 是 智慧 智慧 例如我們 人 智慧 就是 要學多些東西 學習多些 學習多些 學習到我 有個功能的時候 我賺錢 都是賺食 所以叫做 賺食 賺食 好 第三個 就是 繁殖 這很重要 如果我吃得不合不成的話 又不注意的吃的話 我們會生小孩子 養殖 所以我直接要 停止這件事 不要讓那些母親 完全不懂 因為我教過 一班弱智的母親 真的 原來全部都不懂得去 去煮食 真的很慘 這樣的話 我們的社會 越來越不行 對嗎 所以我們應該要 將這些好的 教食 當作是一種常識去認識 你們來也是 當作是常識去知道 我怎麼吃 明白嗎 是這麼簡單 講完了 這就是普通的一個介紹 就是教這麼多東西 希望你們 用腦去記 還有拿筆去寫 幾樣東西 就練習到腦 就會越來越活躍 明白沒有 因為我最重要 就是 我不要有老人痴癌症 老實說 OK 所以我會教你們 怎樣吃 怎樣吃 去將我們的腎 補起它 好了 一講起來 那個食 第一件事最重要 就是要吃 滾吃 雲以食為天 如果 那些人 不注重你飲食 直接說 你下午 你十五分鐘 吃好了 這些人 真是很慘的 你知道嗎 很多人 給他十五分鐘 或者半個小時 就是你下午 去吃東西 其實 從我來說 應該給一個小時 是要吃得慢 要醉醬 這是很重要的 人傷得很緊 希望你們 知道這樣的情形之後 戴上了一部寶 有一筆 來記 我們當然 雖然我們會有 廣義給你們 將來 也希望在電訊 給你們發出去 那又行 但是我覺得 有廣義在這裡 好過用電訊 因為又要翻 又要看 細細張 看 不行 我將來會 拍好一些東西 給你們 所以你們 不用擔心 但是 全部 都記在腦裡 讓你們 很容易 現在 我只是說 水果一樣 你已經入腦了吧 說蘋果 是不是 這個 湯水 為什麼 湯水這麼厲害 呢 因為我們的五臟 我一定要給你們聽到 其實 這些東西 我應該去 教小學生 教那些的母親 懷孕的母親 讓他們認識才更對 那五個內臟強實 你的免疫力都強 不用擔心 明白嗎 那五個內臟呢 是肝心 皮肺腎 肝是煮 肝是多少歲 開始衰退 五十歲 所以 你看很多人 如果他們吃不吃東西的話 他們很腫 三十幾歲 已經走下坡 四十歲 就出現有問題 三十幾歲 走下坡 已經告訴我 西人 跟我說 好了 五十歲是肝 六十歲是心臟 七十歲是脾胃 八十歲是肺 九十歲都是腎 你現在看看多少人去洗腎 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 盡量不需要洗腎 但他們不明白 所以我們有三寶 記住 吃東西有三寶 由現在開始 你立即一天 很空要去買好 哪三寶 第一就是醋 醋 醋 醋就是軟化血管 鋼膽固醇 和吸收營養 醋 是有分 用黑糯米做的醋 又有用黑米做的醋 或者用大麥做的醋 怎麼分呢 你們一會兒再說 先說三寶是什麼 第一是醋 第二 認為最好的油 他們現在是用橄欖油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你家裡應該有四種油 一定要四種油 第一種是花生油 對我們的腎 對我們的腦 因為這個花生是很重要的 地經來的花生 然後有花生油 然後呢 通常我買香港那一隻 劍麥 或者是 那個叫做 刀麥 另外還有一隻 香港那一隻 除了刀麥還有一隻 什麼麥 我忘記了 刀麥花生油 對 有一個刀麥花生油 兩隻的香港 不過通常都是刀麥的 現在買的 錯榨那一隻 然後就是 有這個叫做 麻油 這個麻油很重要 因為芝麻是很重要的 第三就是 橄欖油 後期春 橄欖油 第四就是椰子油 所以我希望你們 回去 明天你就好出去買東西 買了這些 這樣的油回家 一餐裡面 四樣油都用得上 OK 所以他們說 橄欖油是一補 不要緊 你把那幾個油放進去 第三個補是什麼呢 第一個補是 這個醋 一會兒再分析 第一個醋 第二個是油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橄欖油 橄欖油 總之油 包括在油裡面 第二類是油 以全世界來說 他們 但我們中國人 全部都是用花生油的 OK 第三個是什麼呢 你們猜一下是什麼 想都想不到 芝麻醬 芝麻醬 芝麻醬和麻醬 芝麻醬 芝麻醬 芝麻醬就化芝麻 芝麻 芝麻和芝麻醬 是兩樣東西來的 雖然我們叫人家吃芝麻 但是芝麻醬做了之後 它吸收容易 所以這個就是不同了 你的芝麻醬已經打好了 它就吸收容易 容易吸收 是我們需要的人 好了 三樣東西有什麼作用呢 這個的醋 就是對那條血管 明白了嗎 血管 這個的油 又是對那個血管 你千萬不要說 不愛油 你千萬不要說 不愛鹽 錯了 聽到嗎 你們最近經常說 叫人家不要用那麼多 不要吃鹽 又不要用那麼多 油低油低鹽 但是 不是叫你不用 因為我有一個人 真的告訴我 我現在又鹽都不愛 直接不愛 告訴我 唉 我看看他 我立刻叫他 看看那個 鏡子 叫他指畫 鏡子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眼睛已經凸出來了 還不說油鹽的話 是不行了 明白了嗎 所以 這個 又不是叫你 和 但是不可以說不要 因為原來腎 是喜歡鹹的 你知道那些人 中暑是給什麼 他喝 鹽水 可以嘛 明白啊 中暑啊 中暑啊 所以你不可以說 不可以鹹 但是我沒有叫你過鹹 所以你記住 不可以過鹹 過甜過鹹都不可以 不可以過 但是不可以沒有 這個是很重要 比利時 亦都 我有個Clipping 比利時 在前幾年 驗了出來 說別人說 低鹹 是會 這個 好處 原來他就是Research 把鹹給一班人 來去用 原來是有問題的 全部是那個低鹹 原來那個叫人家低鹹 低到直接沒有鹹的 那些不行的 所以我遞那張 Clipping 那張東西我遞出來 很重要的 這些東西要update 可以嗎 不可以說沒有鹹 原來腎 是喜歡鹹的本身 所以我們呢 通常我們買那些 竹絲雞 或者黑雞 或者那些 老雞回來 立刻給鹽 不要洗 立刻給鹽 先醃了它 一晚 醃了它 然後再走水 然後它才煲湯 它為何要這樣做 內臟也是 心啊 肝啊 那些 特別是 那些叫豬橫利 那些 全部醃了它 一回來 不要洗 立刻醃了它 翌日去 走水來煲 原來它叫入陰 入陰是什麼 對我們的腎好 腎氣好 所以你不可以說 一些的低鹽 整整一下就不行了 身體 明白嗎 但是不是叫你過 所以你這樣 接了它之後 原來叫入陰 好了 這個 這個 五藏呢 你能夠強實的話 所以是 跟著的 我們叫做 五色五味 黃帝內經過教的 五色五味 我教的東西 全部都是 幾千年的東西 我自己受惠 我跟人分享 所以我不會喜歡打野 打野就有風了 風寒暑濕燥火 又不可以吃凍野 你也有說 你這個人有體溫的 你如果那裡吃辣椒 打火鍋吃很辣的東西 我拿一杯冷水來喝 慘了 脾胃是最不喜歡這些 汗氣的 於是 我們把自己的胃 不行 還有一樣 你不要忘記 你喝的是冰水 但你餓出來的尿 是熱的 那就是把你的倒彈 把你的腎氣調動 把你的糧的東西加熱 是不是把腎氣加強 所以到頭來 到年紀大的時候 出事了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這件事出事 所以吃東西 我們幾十年去這樣 我爸爸教我們怎樣吃東西 我們不會有女士 不會有驚痛的東西 所以驚痛 全部都是雨這個凍的東西 出來 再穿一下 衣服 露肚瓷的還死 這個肚瓷是不能露出來的 你明白嗎 露風的 我們最重要是 包住這裡 不可以讓它露風 不可以讓它凍 不要說腳這些關節 為什麼我們的衣服要長 全部與經絡有關 很簡單 一個關節 為什麼這麼多人 關節痛 是不是 關節痛 頭痛 胃痛 全部與食物有關 所以這個 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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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 飄臉太多 即是你說很多事情 凡是中風的事情 血是否一定會塞 是不是 氣不通則痛 氣不通 所以不要血塞的話 我又要說一輪 是什麼呢 所以在座的東西 除了我們要吃地徑 蔬菜 瓜果 豆 水果 之外 就是要吃 有殼的海產 這個有殼的海產 是有一個重要的成份在裡面 是叫做牛黃酸 牛黃酸 是令到人 是不會血塞的 所以我們夏天的時候 一定要吃什麼呢 炒蜆 明白了嗎 炒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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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每樣東西都是 什麼都全部吃肉 所以你吃的東西很簡單 要記住那個pattern 是什麼呢 補氣補血 你懂得吃了 一大塊牛扒 豬扒 你懂得吃了 但是 你還要記住另外兩點就是 補氣補血 跟著就是 通氣通血 所以通氣通血 你吃什麼 跟著還有清血 你又要吃什麼 這就是這些東西 你平時記住的話 你去外面order吃東西 你應該知道怎樣order 你不要全部都是肉 另外呢 你講過肉 你講過肉 因為你剛才問我 吃素 有什麼不同 吃素 不吃素 有什麼不同 我吃過七年素 我有經驗 我知道 其實 我們的人類 要記住 與其他的動物是不同 所有的動物 是吃肉 吃肉獸的動物 牠的牙全部尖 是不是 你見過一個人 人 人 整部牙牙尖了嗎 見過嗎 沒有 除了你說那些 腳仙 做戲 這個時候 是不是 你一看 那些 吃肉獸的尖 人類有多少 一對 一對 尖不甩的 在這裡 是不是 第二 那個是吃肉獸 第二 吃素的動物 牠們的牙是怎樣的 不是尖的 是大把牙 四四方塊一塊 像馬那些牙 是大把牙 我們有幾多對 兩對 前滿牙 你應該由牙的齒息 你就應該知道 人 應不應該吃素 與不吃素 好了 第三個 後面 有五對 這個叫做 靠此 智偉牙 是我們 做什麼 磨的 我們有五對 所以五加二比一 你吃的菊物 和地勁蔬菜 果類 那些全部 善食纖維 有什麼 七份 一份 只是肉 尤其是 你又要配合著 那個天的時間 為什麼是四時 你將一年 春 春是乾 夏天是森 秋天是肺 冬天是神 你將四季 放在一天裏面 早上就是乾 晚上就是神 明白了嗎 晚上就是冬天 等於 那麽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這句說話 要記住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你應該休息 日出來了 你去運動 日休息 日落的時候 你休息 所以那個日落 一落的時候 下午五點幾 六點幾的時候 我們的正式晚餐 的時間 神經開 我們吃的東西 不應該大魚大肉 明白了嗎 所以說 一日之忌 飽於夢 明白了嗎 所以 晚上和日頭 早上 早晚是吃粥 下午是吃 糙米飯 我已經二十幾年 叫人家做了 誰不知 前兩年的時候 美國哈佛大學 Research 他們浪費了十五年的時間 用十萬人去研究 原來 他說中國人 當吃粥是不等於一回事 即是 好像師傭見慣 他習慣了 不覺得一回事 原來 你要長壽兼健康 就是要吃 早晚要吃 未經過精工製造的谷物 然後 下午要吃草米飯 你就健康兼長壽了 明白了嗎 那你就現在馬上知道 我明天又去買很多東西了 谷物是什麽呢 所以 這個谷物 很多人就是 這麽多年來 叫他吃谷物 他就說 我第一會肥 糖尿病的人不吃得 糖尿病的人是吃得 未經過精工製造的谷物 但是百米絕對不愛 因為他裏面那個白米 沒有了營養 明白了嗎 而那個谷物裏面 是米 老實說 所有的谷物裏面 原來 米 是給我們最 能量最厲害的是它 絕對不是麵包 絕對又不是其他的番薯 原來就是米 所以 米 一定要用糙米 因為糙米裏面 有一個 叫做 一個成份 元素 叫做 洛 這個洛 令到我們的血糖 是沒有那麽快 吸收得那麽快 因為 這個洛的 叫做 終極脂肪 是說到明 終極脂肪 即是說 和你減肥的 明白了嗎 所以你會說增肥的 簡直搞笑 他們不知道 對嗎 現在就是說 你吃糙米 凡是想減肥的人 是應該吃糙米 明白了嗎 好了 增肥的人 亦都可以吃糙米 令到你不會說肥 變成一個 大肚腩 所以 肚腩 這個 為什麽 我們剛才說的三寶 就是要我的醋 很多人 就是說 有人問過我 那個西人問我 我們那些 Bosamic 那些 行不行 我說你們太過 不明白了 因為 那些 Bosamic 那些 醋 是用什麽做 絕對不是 黑糯米 因為說明 所有的谷白裏面 給我們最有能量的是 米 而米之中最厲害的 能量最厲害的是 黑糯米 所以你看看我們 女士生元寶寶仔的 所用的八真甜醋 煮的醋是用什麽做的 就是黑糯米做的醋 所以你知道 黑糯米做的醋 都叫做鎮缸香醋 所以有 中國的鎮缸香醋 有香港做的鎮缸香醋 亦都有台灣做的鎮缸香醋 明白了嗎 你知道 你吃肉 一定是用鎮缸香醋 明白嗎 第二樣 就是其他那些 黑糯米醋 或者用大麥做的醋 小麥的 那些高糧做的醋 山西陳醋 全部都不是用黑糯米做的醋 它的能量是未夠 明白了嗎 所以記住 你家裏要有幾種醋 油料 明白了嗎 那你明天又要去買醋 所以你用真醋 尤其是 晚上去吃飯 我們因為 打傷那些叫做什麽 邊爐又吃一大輪 又吃很多東西 或者去喝 又去吃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怎樣醋 因為醋裏面就是有酵素 酵素 就是你吃的食物 那些味道是營養 由那些食物 變成有營養的素 是要經過什麽 要經過酵素去發酵 去消化了 所以你消化了是靠這些酵素 然後你才得到那些營養 營養我們的細胞 活化我們的細胞 明白了嗎 所以 希望你的覺人 是要多點一下醋 你就不會有 血管的問題 心臟的問題 因為心是主血脈 明白了嗎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general 就是說 普遍來說 這個叫做 點滴 叫做點滴 應該要知道這些東西 尤其是現在 春夏是養羊 想羊那些是什麽 養羊 通常吃的是什麽呢 養陰就是吃什麽呢 養羊就是 羊氣 我們的氣 羊氣 譬如 所以我今天發了出來 給這篇文章 就是 那裏有寫著 十大養羊的食物 譬如 第一就是韭菜 韭菜 亦都可以說是什麽呢 如果有人問我 我想去脂肪 去完脂肪 吃完脂肪 掛了它 是最厲害的 第一個就是韭菜 你明白嗎 第一是韭菜 然後韭菜 譬如 有那些 在外面去脂肪的話 冬瓜也是 是吧 山楂也是 是吧 山楂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的 有懷孕那些 就這樣吃山楂 就對於牠們的寶寶會流產的 所以 應該要注意 另外 譬如 那些 檸檬 都可以算是去油的 這些 在那張紙那裏 是有了 那幾樣東西 一直裂下來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吃的東西 這些 是否叫常識 你當是 知道了嗎 嗯 好了 這個醋呢 講回醋 就是去血管 油 又是去血管 油呢 我問你呢 由口 到這裏 的胃 起碼兩尺 小腸 由胃出去 小腸 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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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尺 差不多 應該是5至7個米 CM 這麼多 這麼長 OK 不是5至7個米 OK 就是 三十幾尺 三十幾尺 那些東西是怎樣移出去的 那些東西是怎樣移出去的 That's why 我們就是用 油 湯水 食的食物是地驚 所以我們譬如 我發覺很多人只是 order 是菜 地驚是忽略 你記住地驚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地驚 你要知道 腎是用什麼做 腎是煮骨 腎是煮骨 骨是用什麼做的 骨 通常又說 又要蓋 又要夾 又要立 又要尾 全部都是原素 礦物質 礦物質最多在哪裡 原來就在地驚 所以我們 每天 蕃薯是地驚 這是很重要的 每天都要在2006年 香港的馬里醫院 呼籲那些人 每天都要吃蕃薯 所以你這個竹裡 放蕃薯下去是對的 明白沒有 所以你們知道現在回去 早上去吃粥了 在肝心皮肺上 打橫 筆都有 對肝最好的 糙米 不要說其他有紅 有啡 有黑 糙米 然後對心臟一定是小顆的豆 所以你一定有黑豆 有 印度的豆 因為它對老的葉酸 是比菠菜高兩倍 那就有那些豆 好 你喜歡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隨時給一些 玉米 或者是 綠豆 那些去濕的豆 明白嗎 但一定要有黑豆 和有 印度的扁豆 好了 對於脾胃 一定是給什麼 番薯 最好的番薯 番薯是水溶性的 不會吃肥 但番薯是屬鹹的 這是重要的 其他那些我不提的 番薯是屬鹹 鹹是有軟化酸性的硬塊 所以譬如你的身體已經有腫瘤 我完全是可以酸性來的 酸性硬塊 預防有腫瘤 都要吃番薯 明白嗎 好 接著對肺 不用說了 凡是蜜類的 都是對肺 蜜有大蜜、小蜜 燕蜜、泥蜜、蜗蜜 蜗蜜 那麼多樣 僑蜜 僑蜜 僑蜜就是對抗張血管 一定要有 大蜜是對皮膚 燕蜜一定要有三公 還有這個 那個叫做蜜 又叫做黑蜜 是對貴的 貴為營養之苦 七十歲才開始衰退 所以幾帶都要有這些蜜 對肺 小蜜一定要發芽 這個很重要 希望你們明天買到的 發芽 那些小蜜 因為很多大陸來的小蜜 不可以發芽 不知道為什麼 我買了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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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美國上來的 那個叫做 The Bob's Red Mill 那種就能發出 原來小麥發牙 你給水煲它 不是煲它 是浸它 浸完之後 你就讓它發了一隻牙 沖一沖沖好它 沖到粥裡吃 生吃 你不用煮 這個就是那個叫做 澱粉酵素 糖尿病的人就是缺乏澱粉酵素 所以如果你說血糖高的人 天天吃飯好 粥好 都要放這些叫做 小麥發牙去吃 幫助你消化 但不一定要有糖尿病 你想它消化得好 你完全是不用害怕的 好了 最後 那個腎是要給什麼呢 是讓小麥 把我們的內分泌平衡 但一定要放粟米進去 就是保護我們的眼睛 不會有黃斑點 因為現在流行的人 看電視機 看那些的iPad 看那些的琴電腦 全部都是爐神 爐隻眼睛 爐得太厲害 一定小米 不是 那個粟米一定放下去 粟米的第一個 除了它保護眼睛之外 除了保護眼睛 還要刮油 兩樣東西 刮油 所以 什麼油 刮油 你的腸的油 刮油的油 所以 有一個叫做窩頭 窩頭是做什麼呢 四份之的粟米 就是一份黃豆粉 用熱水混合 拌勻 然後 什麼都不要給 一塊塊來蒸 就是 拿熱水來做一塊 然後分開一塊塊 打個洞來蒸 蒸了它 就這樣吃 就會將你的身體裏面的東西 吞出來了 我有個肥婆 真是肥婆 他 真是退了 告訴我 兩呎幾 一去一去 廁所 兩呎幾 很厲害 所以 你不要小看這個粟米 粟米就是 沒法子 搞了基因 都照吃 明白嗎 所以 家裡一定要買定些 乾的粟米粉 濕的一粒粒粟米 隨時炒 譬如你補一隻眼 不要理會什麼眼疾 眼無血是看不到的東西 你記住了 即是營養 所以 對我眼來講 那個菜是叫做 毛豆人粒 炒幾指粒 再炒粟米粒 然後你再加東西 加紅蘿蔔也可以 花菇也可以 明白嗎 這個就是補眼 明白嗎 有時候你將這個再發生微信 蛤 你將這個正為講的發生微信 毛豆粟米 毛豆 我幾指 毛豆人 幾指 和這個 粟米粒 這三樣東西 不過你記住 永遠 你要記住一樣東西就是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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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吃的東西 應該是 四十五種不同的食物 才能夠將你五臟強實 你記住 這是誰說的 是美國一位 台灣的 叫做 陳少菲博士 他是台灣去的 美國籍 台灣人 他是 很出名的 緬形 學專家 他說 我們 中國的 大陸的 執政的人 都是 起碼都有吃 三十六種的食物 一天 所以 如果你自己 每天 你吃的東西 一味之後 肉 其他的東西 全部沒有了 實在太過 不得均衡了 已經 明白了嗎 所以地徑 是這麼重要的 地徑 因為那個腎是煮骨 骨是用什麼做的 就是 礦物質做 所以地徑 特別是 那些 洋蔥 那些 叫什麼 果菜 Kohlrabi 叫做 又叫做 芥辣頭 每天要有洋蔥 有果菜 地徑的東西 譬如 那些 馬蹄 很多的 竹筍 第一件事 我要澄清 因為很多人 一教他吃竹筍 就是 有毒 那個 不吃 不吃 癢 你記住 如果 你有 說他癢 這是 很轉的反應 你不用怕 你照顧 我有一個學生 差不多十幾二十年前 教他 1996年 1997年 教他 Needle's Worker Association 他告訴我 他不吃竹筍 因為他自小 一吃竹筍 周身痕 我告訴他 不行 你不吃 不行 我贈你四個字 我說什麼 我說你 不吃的話 你將來 就是 叫做 有毒 身體 是不是 毒發生亡 四個字 你現在所有的人 有癌症 是不是毒 來 你明白嗎 竹筍 乃 藏心之物 排龍 通血拔 你應該是 感謝上倉 會 出這些 東西給我們吃 你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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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東西 藏心之物 排龍 和你有毒的 就排出來 你明白嗎 藏心之物 排龍 通血脈 強壯那張 藏心之物 排龍 通血脈 於是 他聽完我 那四個字之後 獨發身亡的話 他開始吃竹筍 六個月之後 他打了電話給我 他說 我現在 不再癢了 周身 我聽完之後 每天吃 每天吃竹筍 吃到我不癢為止 明白嗎 所以很多人 誤解他 就是 說他 這個有毒 如果有毒 他天生 不會出來 給那麼多人 北方的人 你看 那些人的皮膚多美 台灣的人 皮膚多美 是不是 所以 那個是錯的 竹筍呢 不過 你吃完竹筍 千萬不要 和蝦一起吃 或者 和 蝦乾 蝦米 吃 因為 太過豐富營養 Calsium 那個 醋 所以 兩個人 一吃完的時候 會容易 有 結石 明白嗎 所以 吃完竹筍那天 我就不會去吃蝦 聽到嗎 因為已經有營養 所以你直竹筍的時候 你的腎已經OK了 明白嗎 記住 竹筍禮 葬心之物 排龍通血脈 是 天最好的一個 其中 現在我馬上給你一個 好像 人們說 尿酸 不要吃竹筍 不要吃花菇 不要吃菠菜 不要吃豆腐 這樣就慘了 什麼都不用吃了 但你吃東西的時候 是合在一起的 毒脈 現在我沒有黑板 毒脈 是等於有毒的脈 毒脈 即是單一種 所以 永遠 他們是驗出來一樣 每樣的東西 它當然有負有症 對嗎 這樣說法 但我們永遠是 合 合 combination 明白嗎 所以你是不會害怕的 所以 現在給你一個 強心 強四肢 因為現在是心的季節 我一定會 要教強心 很多人 我告訴你 很多時候夏天就走了 走了 就是心臟 強心 強四肢 你吃素 就是要什麼呢 強心強四肢 就是 花菇 五得 竹筍 如果你買一罐的話 你可以整 一罐仔的話 整罐拿下去 切開絲 竹筍 然後 花菇 金針 最少有二十條 金針 是保老的 你們要記住 尤其是小孩子 應該給金針 他們多吃 然後 這個 白菜 白菜 即是 我們的 上面是 白色 下面是 綠色的白菜 然後 最後 就是 黃帝豆 黃帝豆 即是Lima bean L I M A Lima bean 就是扁豆來的 這五樣東西 一盒炒 通常 一盒 最好 你可以給什麼 給藍魚 藍魚去 不藍魚 可以給蠔油 都可以 這樣炒 就是強心 強四肢 特別 在晚上吃 是更加見效的 所以 久不久 我都用這個 去 什麼 花菇 金針 白菜 扁豆 還有什麼 不是叫扁豆 叫做Lima bean 然後 這個 你說一下 花菇 金針 白菜 你才怎樣想法呢 凡是記住 花菇 和竹筍 兩樣一夾 是強於肝的 記住 那你就會知道 這兩樣 是不會走掉的 然後 你再給金針 黃帝 豆 白菜 五樣東西 明白嗎 那又記住給一個送禮 現在夏天 排毒 說明 亦都去脂肪 就是 這個 冬瓜 原來 這個叫冬瓜 冬瓜 竹筍 花菇 三樣 擺在一起 是強肝解毒 明白嗎 冬瓜 沒錯 所以我告訴你 晚上 現在 即是夏天 我現在說 夏天 早五晚三個 菜是怎樣吃的 除了你吃 粥之外 還有吃雞蛋 吃蛋黃 OK 好了 然後 就把這個 什麼呢 早餐 一定是 用豆腐 切開一片片 來將滾水 浸一下 因為放在雪櫃 浸熱它之後 等它暖了之後 然後 不用煮的 滾 暖了之後 然後 就給熟油 花生油 吃豆腐 一定給花生油 因為 只有花生油 是能夠將 豆腐的石膏 多元的石膏 打去 所以 你記住 吃豆腐 永遠是要用花生油 如果它有麻油 所以我兩樣都給 明白嗎 然後 給完花生油之後 你可以再給 那個叫做 生抽 還有 少許醋 然後 你可以 亦都給 因為 你和竹筍是晚上 吃 隔開 所以 到時 如果我拿 Kalcium的話 你可以給 蝦皮 或者是 再給 那些叫做 紫菜 那些 下去吃 明白嗎 那就好了 好 第二個 是什麼 還有什麼 一定 因為春天和夏天 都是這樣吃 花生炒任何的青菜 明白嗎 花生炒任何的青菜 明早早 早知道吃什麼的早餐 那這個 就是 你的早餐 那麼多了 明白嗎 好 樣樣少一點 少一點 豐富嘛 吃個早餐 下午是吃什麼呢 補血和補老的 就是金針炒 這個叫做 黃帝豆 剛才說 金針黃帝豆 那個 強心強四肢 你是否可以 又加那些東西 一起炒 但是有時候 我下午 我免得吃筍 因為我喜歡吃肉 下午 所以那些東西 通常放在晚上吃 好了 你可以放什麼 譬如 兩樣東西實在太少了吧 金針和黃帝豆 那我就給什麼 這個叫做 蘆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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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每天都吃 他去秘魯 然後 所以你家裡要有蘆筍 乾貨 一定要有金針 花菇 草菇 那些東西 但是要放這個竹生 下去 明不明 竹生 我很喜歡吃竹生 他說放它 綠它就可以了 竹生 好了 然後你可以放紅白 下去就可以了 五色五味 所以你記住 你的 basic就是 紅色對心臟 綠色對肝 黑色的 深色的 紫色的 永遠對神 然後白色的 對肺 黃色的 對肺胃 所以你每一餐的東西 全部有了 五種色已經夠了 是不是 多幾種 每天吃四十五種 夠就夠就夠就夠了 好了 接著有個湯很奇怪 我吃了二十年都有了 是什麼呢 菠菜豆腐湯 然後很多人就是怕 聽過菠菜豆腐湯不愛 但是菠菜豆腐湯是什麼呢 是夏天的時候 還是下午的時候 所以你的三餐 早餐七至九 是早餐 圍經開 下午 十一點至一點 是 心經開 晚上五至七 是膽經開 神經開 明白了嗎 所以 你那個吃東西都有計時間 所以你吃這個 我一定是用花生油 給下去 也都一定要有 這個叫做 那個叫做什麼 麵糞醬 放下去 滾湯 所以菠菜 這個豆腐湯 實在就是什麼 清血 和通血 明白了嗎 清血通血的 明白了嗎 吃了很多人 不知道 不吃的 有毒的 錯了 他們不知道 是跟時間吃的 是要夏天最好的 明白嗎 明白嗎 我呢 通常怎樣呢 明知道豆腐 和魚一合起來 是非常好的 一個叫做 叫做優質的蛋白質 你記住非常 優質的蛋白質 是什麼呢 是要有動物的 但又要有植物的 動植物來講 植物是用什麼呢 是要有合的更加好的 有豆 所以豆類是最好的植物 蛋白質 然後 這個魚 是動物的蛋白質 所以我通常 這個湯 我會把三文魚好 即是最有益的魚 三文魚 這個叫做什麼魚 沙甸魚 我真的買了一條條 新鮮的沙甸魚來蒸 真是好味道 不得了 有魚 還有這個叫做 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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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鱸魚不是那個魚 鱸魚不同的 就是我要愛那個 海魚 它那個 DHA 就是它那個 對腦 那個油質是好的 那些魚是最好的 還有那些膠質是最好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